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我的家仔 是,今天又講娛樂了 用你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沒錯 支持我們Patreon,五元雞毛廣告 今天講講美女 一個漂亮啦,鄭欣怡,白雪公主漂亮啦 最近瘦到媽媽都不認得 激瘦30磅 這麼厲害? 是啊,毛信君都說不認得她 這麼害怕? 不認得就誇了 那時候他們拍過《不打自己人》 我當時有跟欣怡拍過宣傳片 她那時候是瘦欣怡 之後做歌手就反彈了 那時候是瘦欣怡 但是毛信君是跟她拍《不打自己人》 沒理由不認得 研究一下她如何瘦30磅 和她的男朋友曝光 我最近經常放閃 是啊 還有兩件事要跟大家跟進一下 一件事是阿嬌的前夫 香港的股災 她是不是因為台灣股市都倒閉了一份呢? 她傷失跪地七個一皮 不是吧?這麼嚴重? 剛剛宣佈再婚 奉子成婚又盛盛 這些可能娶過老婆 腳頭不好 是啊 真是跪了在這裏 真是可憐 結婚結到破產 是大件事 真的大件事 稍後再跟大家研究內文 還有一個風化案 變態 東張西望的主持 叫做梁敏考 晚上回家被變態老尾脫 噢噢 擠了一些不明液體 在小腿上 嘩 這樣嗎? 很噁心 恐怖的事特別多 不是只說中港台新聞 才說有色情話說 我們說娛樂也有 先說一些正氣的事 你會不會是色情? 不是吧? 色情? 為何要無端的色情? 因為正氣 所以就說正氣 沒錯 他現在用生酮飲食法減肥 透過進食高脂肪 適量蛋白 和代替碳水法物 三個月 就是說什麼? 減了很多 有人說減30磅 30磅? 三個月 是不是? 二十多三十磅 他真的很拼命減 拼命 整個人都瘦了 因而沒有了名字 我們之前說過 你會不會覺得 欣宜現在瘦了 是沒有那麼得意呢? 得意嗎? 用得意的比較 得意是肥的 是比較可愛的 他可愛 越圓越有趣 是的 正所謂 他扮過魔人報歐 沒錯 你覺得魔人報歐 魔人報歐圓的那個 你喜歡還是瘦的那個 當然是圓的那個 可愛 是的 不要緊 他現在有真命天子 是嗎? 這樣就踢爆他 起他底 嗯 讓我看看 欣宜現在曬照片 出來的 除了用生酮飲食法之外 還有 表示很想喝涼茶 IG說 他問網民有什麼涼茶可以助抗疫 有什麼涼茶可以助抗疫? 蓮花清溫喝嗎? 不是吧 不是吧 不要亂喝涼茶 尤其是女人 因為女人如果太涼了會很容易驚痛 是的 不要亂喝 喝什麼呢? 喝什麼呢? 火麻仁 火麻仁 通便 滑腸 那就減肥了 是的 那些火麻仁 維他命E 皮膚又漂亮 不要亂喝 那些涼茶不是你喝的 說他瘦 一張銷售的麵蛋 成功抓住大批網民的目光 連無信君、Mo姐都留言 哇 真的搜了很多 哇 真的 嗯 還不授空 OK仔最喜歡 說這些嗎? 厲害 拍手搶 那些網民 回答他喝什麼? 雪梨馬蹄水 羅漢果茶 夏桑菊 魚腥草 蘋果雪梨 這些湯水 和涼茶 就說雖然戴了口罩 但都看到瘦了很多 連身形網絡都更加輕盈 是不是? 還有他放閃 依靠著人家的背部 而似偷偷放閃 胡信君說 女兒 你戴了口罩 幾乎不認得你 真的瘦了很多 又補充一句 你肥瘦我都喜歡 是的 這些是真心粉絲 沒錯 有什麼所謂 那麼 Sammy 就推介了 煮五花茶 大讚 欣怡 這張照片很漂亮 好像十幾歲的女生 欣怡就回覆解釋 因為自己沒有化妝 皮膚好 欣怡 說起Sammy 鄭秀文 最近有一個新髮型 你有沒有留意到? 好像是他自己負責出來的 是的 先說說他的頭 有些網民說 不貴得許子安會什麼什麼 這樣嗎? 沒有那麼差 我覺得那個髮型也挺潮的 Sammy 一向是香港的什麼? 好像麥當娜那些 帶領潮流 都是的 現在你不跟他了嗎? 是的 你不跟他就說人家了 有人說什麼? 報紙這樣寫 好像魷魚 那頭嗎? 是的 很差嗎? 你說很差嗎? 粉紅色 挺漂亮的 不是很差 不差 魷魚 是不是? 感覺不像魷魚 像誰? 像什麼? 顏色就像米雪 這樣啊? 米雪有試過這顏色 是的 他的髮型有點像關谷嬰 又未去到 又不需要這樣的 未去到關谷嬰 他也是型的 是的 不要笑別人 沒有笑 挺好看的 他有他的風格 他這些顏色不是舊時候的 什麼? 什麼? 螢光粉紅 螢光粉紅 是的 就是那些 藉你眼光 沒錯 那些來了 是的 他是潮開的 好 說到欣怡 兒子曝光 真是整個起底 欣怡男朋友 身世之迷 是的 原來是 花店老闆 以及是留學 在英國留學的 什麼了? 說到這個男朋友的名字 咦? 有人說 神秘男 是外籍髮型師 Benjamin 近期不時與 欣怡在IG有互動 是不是真的? 真是 估計 不過 有讀者爆料 欣怡新歡系 一個花店老闆 叫 Dicky Derek Derek 唉 整天都說錯這個名字 真是不好意思 Derek 他說被欣怡大四年 他說欣怡入行至今 很多人追 哇 所以他說你不懂 我們不懂 小健撥撥車 又是 前男朋友 與緋聞對象 都是 佳品 爆料人士說 Derek 38歲 口才了得 哇 並且不時靠所養的斑點狗製造話題 估計Derek 以內涵 就奪得欣怡的方心 是這樣的 位於上環的花店 是花店咖啡 他說 佈滿一些花草植物 打卡一流 而且除了鮮花服務之外 還會提供一些精緻的新娘花球 欣怡在今年情人節首撿 一束花 就是出自他花店 當時發文指 Wild Heart Can Be Tamed 為甚麼 他說欣怡背著她的背囊拍照 亦都表示 The Wild Heart Never Stops 似乎 當時已經跟Derek勿運當中 對於男友的背景 他所屬的唱片公司 環雅唱片表示 沒有回應 嘻嘻 不告訴你 八卦 是的 吳翔熙就沒有行 不要緊 失戀 失戀 不要緊 又不是這個外籍 不是這個 這張照片 本身以為 有點像 謝倫 那樣 說像周杰倫 這樣 是的 有人說 開始以為那個 這個 向左走向右走 是香港人 他這個 應該是 恭喜 真的 不過我看到這些 人留言 要埋單 怎樣 他說 欣怡小心 小心甚麼 人都知道你現在多了很多遺產 拿了遺產 這樣 關甚麼事 怕別人謀的身家 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們 所以就說 有錢的女人 有錢的女人真的很難結婚 也是的 對不對 無端端抹一半 是的 那 這些不理得別人那麼多 總之別人喜歡 當然 他們 愛情 戀情 感情 是他們的事 又可以讓他們 這麼大 欣怡都 大過女兒 是的 自己選擇 不用說太多 沒錯 無謂我們以小人之心 諾君子之福 沒錯 好 那我們做小人 就看人仆街開心 是的 說一下阿嬌的前夫 仆街 剛剛宣佈再婚 即傳惡號 是的 他的前夫 前夫跪地 跪地崩潰 為甚麼 醫界王陽明 他前夫 早前 梅開三道 宣佈第三次結婚 還做老爸 打算傷起臨門 不過喜訊爆出一個月 近日他突然跪地 放照片 在社交網上崩潰的影片 片中見到 穿著醫生袍的他 在他會診房間 捕出 表現失落 沒精打采 就說他整個人向前傾 埃場 萬連俱悔 引起網民熱議 說其實他 是受台灣股市的影響 他說 剛剛打開股票APP 看看 寄餓 明顯是 得知近日台股受美股下錯 和疫情爆發導致重錯 暴跌 承受不住 沉重的打擊 事實上 他跟他結婚之時 即是跟阿嬌結婚 那時曾經自嘲 因為結婚開支大 加上男女財力的懸殊 導致結婚結到破產 如今 再婚前夕 又破產 遇上股市重錯 未知會否打亂他結婚的大計 是不是 真的 越窮越見貴 那真的 很好 不是他玩 要玩 玩股票 你看 港股 一個大V有沒有事 有這麼好的 這樣說 認識一個女朋友 或者認識一個老婆 要旺夫的 那他的新老婆未婚妻 感覺上 鼻子就差一點 不是說不漂亮 也很漂亮 他未婚妻 還很巨語 很厲害 那你比起 樣貌一定不夠嬌美 但是 真的 鼻子是敷魂的 說是敷魂的 如果鼻子生得不夠漂亮 男女 娶他老婆 就可能 影響到 會 有影響 那 如果女生本身 這樣 二老姻緣 就對了 認識一些外國人 或者 大過你很多 不過這些 不要太迷信 不要緊 沒事的 你不貪心 那些錢 不放在別人身上 就沒有說收割你的 哈哈 大家看過自己買什麼 是吧 沒有的 真的 那句 這些風險的東西 投資涉及風險 沒錯 自己都要承受得住 有上有落 一落就糟糕 沒錯 先說說一些色情的東西 不是只有你才有 厲害 有個東俊的主持 2019年參選香港小姐入行 叫做梁敏考 Maggie 入了東俊做外景主持 她是新任的東俊女神 說她好身材 逆天長腿 有幾逆天啊 六八專長 現在什麼都逆天的 燈柱這樣長 逆天啊 逆天啊 Maggie 不時在社交平台大派福利 也是 穿過巴托 這樣 又是 身形又是 做得東張西望 不知是空圍那方面 好像有些要求 是的 我都說了 有時候不小心 我都覺得這樣 應該轉詞 不得到鬼影變幻球 塞都塞大 有些色情 她這些 似乎遇到色魔 她在Facebook 還是IG 在IG爆料 深夜收工 遇到 這個變態佬 事後 在IG的動態發貼 記者拿來做新聞 凌晨一兩點 下班 晚上 走回家樓下 走樓梯的時候 無緣無故感覺到 右邊小腿被東西射一射 濕了 心裡來 看看是否踩了水桶 或者中了爵士 她說又沒有 她說到這裡 原來這個美女 一直被一個男人 在後面跟著她 想不到身後有一個男人 對吧 這個男人 被發現後 馬上離開 當時覺得很噁心 哭 立刻用紙巾 抹 流眼淚 這樣 很恐怖 有人跟著你 周圍擠東西 嘩 那個又厲害 怎樣厲害 邊走邊 都可以 扯戰扯走 這些叫做 什麼 這些 什麼 邊走邊打 對 騎馬射箭的Fan 走射 是不是 吐口水 她有看到一個男人 她沒有看到一個脫了褲的男人 對 沒有看到她拿出來 可能因為太混亂當中 深夜 是吧 恐怖 接受傳媒訪問 是 她收工都累了 沒有意識到有人跟蹤她 夜媽媽一個女孩子 街上沒有人 她說當時真的很害怕 所以都不敢追 追來做什麼 窮購莫追 但是這樣說 如果真的是子彈來算 她可能已經失去了戰鬥能力 對 對 對 是吧 變態老 她說說哪區好 她真的不知道會不會 什麼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 口水談 對 究竟浪花 口水比浪花 還是 放飛劍 還是她真的 劍性 拿了自己的劍出來 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她很噁心 她不敢追 很害怕 追什麼 你現在很打嗎 待會巴士下宿問 你好打嗎 追 對 不是的理學合 暗角 暗角搞惡 不要 沒有人殺人三隻腳 你學防狼術 防狼術 都是這樣說 防狼術就是 有什麼事 掉了 就走 對 你所有事情都是走 你沒有辦法追回頭 追回頭 你追我 對了 走到後巷 跟你來龍虎亂舞 對 你就大了 正一下正一下 走 你真是怎麼算 不是啊 你不知道人家會不會裝你彈弓 有同黨 是啊 你怎麼知道 可能拼他追回頭 我後面找人捕你 對 轉個機角位 這樣捕你 所以他沒有追 不追就對了 他怕他會有些變態的行為 他又不知道那些是什麼 液體 很怕 是髒東西 甚至不知道什麼化學東西 所以 他可以馬上用濕紙巾和火酒清潔 他擦擦擦人家回魂 又怕又擔心 然後就哭出來 真是噁心 真的 我有個契妹 他試過 他很sexy 他那時候跟我們做演員 在海洋公園 是 他做護士鬼 穿護士衣服 又不是噁心 他真的被人濕了腳 你知不知道搞什麼 是臨腐蝕性液體 不是吧 是啊 你說玩就沒有東西玩 那時候很流行強摩 那時候很流行強摩 真的有人走進去找這些 臨演員 你知不知道被刺到嗎 他穿絲襪 他穿護士 連絲襪都被刺爛 一定 挺恐怖 當然 然後他去了醫院直皮 去醫院直皮 手術費是公園賠的 但是我告訴你 最無人性 那時候我們是罵爆的導演 那個人本身都是混蛋 你知不知道那時候做訓練 有些人說想衝鎖打他 他說 有發生這樣的事 不過他說 就不排除 這個女生在外面 又跟別人結怨 這樣嗎 哇 日未尋仇 說這些話都可以 是嗎 他說不排除 那你全都可以 但我告訴你 我契妹好到 她好到是 一向帶東西回去 煮飯給人吃 在一個break room 是做煮飯的人 很照顧大家 一個言妻娘 沒有人都說 人人得而溝之 但是不排除 她用這些 言語 令人很生氣 你到這個時候 說這些話 這個人一向都是衰格 老套 所以那時候令人很生氣 那些女生要很小心 是啊 我試過有個朋友 又是很大膽 因為胸胸很巨型 真的很巨大 巨大化 有一次 她又被那些變態佬跟 她這些就有型 人家跟著她拍她 她就拍了別人 還放了影片上網 先生你剛才拍了什麼 我現在拍了你 我覺得很危險 是啊 人家抓了手 你怎麼知道 你始終不知道 別人有什麼東西 是啊 突然之間 瘋起來 不要說 抓波龍抓了手 出百刀仔 你也危險 是啊 是啊 你怎麼知道這些變態佬 沒有啊 拿著什麼在手 說回Maggie 她睡醒了 她透露 小時候都試過被變態佬偷拍 是 直言後悔那一刻沒有報警處理 她有很多朋友安慰 叫她報警 她也打算這樣做 她不可以讓這些人無法無天 因為晚上 她這樣又有陰影 她自己一個 要小心 打醒十二分精神 太晚便讓人送回家 他的朋友也很好 說買防凌器跟噴霧給她 之後便會yah 防凌器就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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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的 七師傅愛她 你也好,打劫也好,你拔不及的 一膽二力三功夫 反而走去真的學真功夫更好 不是的,防狼術就是用來保命的 你不要叫人跟著你主動動人 通常女人都不夠男人打 除非你很厲害 除非我意思有什麼事 殺到埋身,隔兩下走 不是隔的,要脫掉 就是這樣說 不用隔 我們Youtube以前拍OnQ片的時候 也有一條教別人防狼術 一開始很可笑 教一群女兒踢熊仔 春袋,春袋 後來教別人一膽二力三功夫 他說沒有的 你夠膽嗎?你夠膽嗎? 用手指弓插在他的眼上 你不敢嗎?這個正常人 你猜你是戰士嗎? 你有功夫也沒有用 所以真的是一膽二力 不是,通常很多人都已經腳軟了 對 就是人家嚇死了 我那時候教一些女人 你們可以上網打獲 五仔防狼術 我教人防狼術 握什麼在手 你覺得握什麼在手 最容易脫身 我現在考一下你 握什麼? 握什麼? 你猜一下 你手上一定有的物件 鑰匙 沒錯 鑰匙 就是有些什麼人在後面 鑰匙 一握 馬上 他不會 都可以戒損 你不要說 什麼戒損 你用翼勒 刀穿 尖的鑰匙 入骨 拿著鑰匙 就像開門的動作 你不用在拳頭上突出來的 那些是笨實的 打到你的手骨也穿了 你好像畫一下那些 別人一哭你 老尾 手都給你 當然 在看情況 都是要走 走一定是必須的 不要跟別人糾纏 糾纏 不夠力 別人的力量 一點點 因為我認識那時候 打MA 有個師姐學泰拳 那些棍子 那雙腳好像雷章棍 那時候我是不是跟你中環 那時候是跟你一起嗎 嘩 嘩 那雙腳 嘩 嘩 那雙腳 真的打死你 我們一頭都被Bang爆 我們在打西洋拳 你知道拳的聲音好像很厲害 嘩 那雙腳好像雷章棍 嘩 嘩 嘩 有些女人很打 但不是 有些變態人 你踢死她又誤殺又麻煩 當然 她走來撩你 你打死她又無謂 所以走 可以走得到 鬆到綁就走 走 沒有必要 所以那些女生穿高跟鞋子都要找自己的病實 是吧 你自己 走就走不掉 走就走不掉 走就被人踢踢踢 所以 不是說你怎樣適有 不是說你穿得性感 所以什麼什麼 不是那樣東西 她是變態的 是你本身在晚上的情況 是吧 要走就走不掉 被人踢踢跌 是嗎 是嗎 不要方便那些飾摩 沒有啊 沒有啊 還要夜點一個角落裡 被人迫到角落裡 又可以看看我那一句說話 KO強姦犯 我以前拍的影片 希哥是做女主角 哇 是 但那條不是用來搞笑片 不實在 反而防狼術那條 就可以真的 差不多了 尤其是現在 就是 叫做 疫情之下 環境不是那麼好 那又怎樣 很多人打劫 那又是 還有人打劫 這些環境 可以留意一下 好像經常笑一些女生 什麼 其實最大的方法 都是把自己變成一個防狼器 哈哈哈哈 大叫 聖魔看到你 越透明 這樣 或者會掉頭走 嘩 只劫財不劫色 那打劫 劫色當然不好 這是一個侮辱 是不是 你被人覺得尖汙 你很多東西是根尾的 你那些心理的問題 是 我小時候都被人 那些補習老師 就是 牽住手 是 那時候Physical做 Gym 有嗎 不是 那些大大隻的 那些什麼一起做 跟你說 我啊 有嗎 跟另一個同學說 有嗎 輪Machine的時候 有嗎 又說 走過來跟你講這段 跟我講 我才知道 是嗎 說一起做 不如這樣 噢 噢 噢 不是 非博 那個男人是同性戀的 不過我又不覺得他是追求我們 是嗎 他想埋男人 就是 等於 反過來 有一幫美女在動手動腳 是 你又想黏著美女在那裡 噢 這樣 OK 對 不是只防弄異性同性男子 都是 我經常都成為攻擊的目標 那我就 不過現在很少認識別人 是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就算不是非你 你走過來也捏你兩下 是啊 你又知道嗎 抽水那些 也有的 那些又怎樣 那些沒有的 不是怎樣 打人家嗎 沒有的 盡量保持 社交距離 保持社交距離 現在就好一點 現在就好一點 沒錯 入拍之前 真的太多這些閒豬手 男女都要小心 尤其是 大家留意 不要夜歸 不要夜歸 夜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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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他們沒辦法 他們上班 也是的 擺到這麼晚 你知道 上班很辛苦 電視台 看來TVB幫他們 有什麼幫 找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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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不得閒 自己小心 下次見 拜拜